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幕时在大汉民国江源岛平场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了 本节平场冬奥会共有15个项目 102个金牌 306枚奖牌 就是92个国家代表团 还有2925名选手参加 南北韩联队也200多名的一个规模来参加的 入场仪式结束后 就是说艺术表演团就是拉开了大幕 这个国际奥运会主席巴赫 在那个开幕式上辞职后 就是韩国总统文哉音 就是宣布第23届冬奥会的开幕 随后那个生活点来 就是仪式 就是讲开幕式的那个最高的一个 一个推向这个高潮了 在希腊这个奥林匹克三 就是才记得本节那个冬奥会生活啊 就是在历经了那个四个多月 韩国国内的行程 大约有两千一 两千零十八公里的那个传递后呢 就是进入开幕式的现场的 今天的视照点节目就围绕着 2018年平场冬奥会开幕 这个开幕式进行讨论和分析啊 今天特别要请的是两位专家 一位是那个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 刘琼恒记者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 许敏锡先生给我们点评 两位好 首先刘记者啊 这个介绍一下 这个本节冬奥会的一些事情好不好 好的 这是大韩民国平常举行的冬奥会 是第23届 然后他一共设有七个大象 然后102个小象 刚才您说的就306个奖牌 金牌102个 然后银牌铜牌各个102个 所以加起来306个 这是历史上这个项目最多的一次冬奥会 冬奥会这个 他的一个会章是一个用韩文的一个字母 然后他有平昌的昌字刚好是那个字母 有五个这样分败出来的一个像一个花形一样的 他有五种颜色 表现出青红黄白黑五方色 这是一个带来好 五轮起的那种颜色 对对对 然后他的这个吉祥物呢 是叫 是一个白老虎 还有一个是 叫潘达比 是一个亚洲黑熊 是两个 我现在带了那个灰了 是应该多找一下这个 然后他这个口号呢 叫是激情同在 英语叫Passion Connected 然后这个平昌呢 我们都知道 它是在利休尔的180多公里 它是一个五万人口的小城 但是我们其实知道 我们前四年在索期的冬奥会 俄罗斯 俄罗斯 还有在这之前的一些冬奥会的阳光明媚 然后就是 他好像对于那个不是很冷的冬奥会 但是这次呢 是一个好像是非常非常冷到 就是我们要怎样仿寒才可以的一种 非常寒冷的一个冬奥会 现在依涵工作怎么样 依涵工作 就是前两天开幕之前 就是那个主委会方面 抽委会方面 就是我们介绍说 我们会发给你这个帽子 发预寒的工具地 那个毯子 还有什么预寒的手揽工具 这些一大堆东西 就是说 但是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想说的是索期 还有其他的一些冬奥会 气候都比较暖和 但是平常呢 我们雪非常足够 然后冰呢 冻得非常尴尬的硬 然后呢 冬天呢 要多冷 要多冷 这是平常 这个俄罗斯的索期的 味度比我们韩国 平常高的不少啊 不过 不过是冷 但是呢 这个像这个开幕式的时候呢 还好 这个气温还多少上升了一些 大概是零下二度到五度之间 这样还可以了 因为之前都是零下十几度 二十度 零下十七度 零下二十度 有尤其是那个 他那个是那个平常啊 他高度啊是七百公里 哦 他们是叫快乐七百米 七百米啊 所以是这个高度稍微高一点 那个那风啊 不那不断的水 所以是我们首尔假如是是 是零下十度 那边差不多零下二十度 是啊 开幕前行 我们一直担心这个严翰的天气 会不会阻碍这个冬奥会的开幕啊 那幸好这个天气还是要 我再介绍一下啊 他是这次一共有九十二个国家 两千九百二十五名运动员参赛 然后大赛呢 一共分十五个项目 雪上是七个项目 雪上呢 基本上是在平常 举行是一共有六十亿美金牌 然后冰上 冰上是一般在江陵举行 他是有三十二美金牌 所以是韩国对主办国 东道主的一个抢项 然后华行呢 有三项 是共有九美金牌 然后我们这次比赛的赛场呢 一个平常冬奥会亮相着五线网络呢 可以引领全球的五线 看来韩国那个平常冬奥会 不仅是那个什么和平的冬奥 而且又是一个文化的冬奥 加上一个激素的冬奥了 科技的竞争 是啊 徐教授啊 这个南北韩联队也是格外言论注目的啊 是的 这个呃 其实这个去年7月那个文在总统通过这个柏林学研 正式提议希望这个北韩能参加这个平常冬奥会吗 那么过了将近半年了 今年1月1号 就是这个北韩这个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呢 他发表这个新年赫词的时候说他有意啊 参加这个就是北韩队就参加这个平常冬奥会 那之后呢 在双方呢 经过接触以后商定说啊 那么这个北韩 因为北韩呢 呃 有有拿到这个门票的 就是有拿到出赛可以出赛的那种资格的呢 他只有两个人 就是那个花华双人的只有那一项 其他呢都没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那想怎么样比较好了 那么就是韩国呢 也跟这个国家委会来进行磋商嘛 是 那么在这里呢 决定说 那么他们呢 就除了这花华以外 在什么高山华雪 越野华雪 对 还有这个短刀素华 是 这些项目呢 就派个两三个人 每一种项目 所以说最后决定说在这个高山华雪派三个人 那越野华雪也是三个人 短刀素华两个人 还有花样花瓶本来就两个人嘛 那么至于其他团体项目 找了一个那就是女子冰球 那这个冰球呢 我们说组一个连队吧 那当然这一次也是过去有大概九次也是我们有共同在国际赛事有共同的这个入场嘛 那么这次也是共同入场 然后呢这个女子冰球队呢 组联队韩国 其实这个冰球联队主持之前的韩国已经有23名这个国家队的选手嘛 那么韩国本来希望说那边派个两三个人进来是这样的 而且是防守的 防守的 没想到他们说派12个人来 那又不是说不能接受 那么这样加起来 那么这个一个队变35个人 对 那么你跟这个其他国家是不是公平 所以很多那国家就提出抗议了 说这个冰球大家知道就体力消耗很大的 那么你你是35个 我是20几个 那这不行嘛 所以说现在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那么我们每一场比赛也是跟你们一样的选手出来 对 其他的人呢 不要比赛 可是那么又说了 你今天比赛是这23个 然后呢 那么明天的时候呢 你会再从那边没有参加的选手 那你体力还是更好 那不管怎么样 这样最终呢还是决定说 好那这样吧 既然为了和平 为了安全 然后呢为了这个和谐 这个奥委会嘛 就说好吧 那么就说那就这样吧 就决定说韩国呢 就比较特别一点 就派了这个 这个35个人的这个冰球连队 那其他项目呢 那韩国还是照着韩国 韩国大概这次有派出150个选手 对 那么大家都知道 韩国过去在历届这个冬奥会上啊 那一共获得了这个29 26枚金牌 17枚银牌 10枚铜牌 一共是53枚 这53枚啊 全部都是冰上的 对 雪上的也没有 滑行的也没有 都没有 所以这一次呢 在这个其他 雪上好像 大概有那个什么男子单板 这边还有点希望 不然就是在那个滑行的那个 像那个什么钢架 水车或者是什么 这个雪橇啊 这边好像还有一点 所以说现在派出了这个150名选手 那北韩呢 刚才说了 冰球是12个人 其他加起来是10个人 所以一共呢是22个人参加 那么连队呢 只有一个就是女子平球 不过那个国际社会向北韩进行这个制裁的情况之下 他们派来一个运动员或者是拉拉队或者演艺团会不会对一些制裁的一些合作方面产生一些问题 现在就是这样 那每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么韩国都跟美国商量 因为因为这个在美国方面的制裁 他们有单独的啊 所以说这个经过一个商量以后呢 老是说是这个这个例外 那个例外 例外比较多一点 对 然后这一次那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高级别代表团的时候摧毁要来 哦是 摧毁呢 他不只是美国的制裁的制裁 也是联合国的制裁 对象 所以呢 在这一块呢 还要跟联合国在谈 对啊 就所以说 如果说好吧 那么这个也例外好 那么船呢 他们已经不是坐船来了吗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文艺的那个演出 这个是 不是 三池元 三池元 这个呢 是韩国的这个制裁 所以韩国好 这没关系要解除 那高丽航空 如果这个 载着这个高级别代表团来 这这又是个问题 所以说 现在这种 当然是为了这个和平的这个冬奥会 韩国也做出努力 对 那么美国呢 之前也是说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好吧 那么就为了大局着想嘛 但是现在这个有个阅兵式党在那里 这美国的态度也有点变化 所以说 这个要一个一个的再谈 又要跟美国谈 又跟联合国谈 要周边国家谈 很困难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这是韩国对朝鲜呢 有很多的礼仗 就是说 很将就 就是很将就 就是为了一个 就是南北一个缓和的局面 因为在这之前呢 2017年的时候 有一些核武实验呢 和弹道导弹事实 这个半岛紧张呢 非常按那个加剧 所以是能够有一种这个契机 然后能缓和这种半岛紧张的氛围的话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好事 所以是政府 韩国政府呢 在这方面 对于朝鲜提出来的这些 刚才你说的那个崔辉啊 是一个我们被制裁名单上人物 然后呢 还有高丽航空啊 还有什么万景峰号啊 这些都是一个被制裁的一些内容 但是我们一一的这么化解 然后呢 朝鲜队 其实刚才您说的 根本是不可能来参赛的一些运动员 然后经过呢 国际奥委会的批准 也可以到韩国来参赛 我觉得在这方面 韩国做的非常到位 现在韩国一些民意 有些舆论反应说 这个例外太多了 对 老是这样例外 他们说要派这个人 你就好 派那个也说好 利用船也行 用飞机也行 这样都行的话 那这个其实制裁 根本没什么意义 现在美国正在准备 这个冬奥会结束之后 他想发布这个历来 最严厉的一个制裁 就是韩国也很难 就是解除这方面的东西 那陆记者啊 就是开末是前西北韩艺术团 在韩国进行艺术表演吧 对 他是8号在江陵的一个 art center就是艺术中心 先举行了一场表演 然后在11号的时候 在首尔的国立剧场 要再举行另一次 然后这次 他是三次乐团 他这个乐团我们来说一下 他是曾经在朝鲜演奏迪斯尼的一个漫画主题曲 然后很大胆 因为当时是我们在金正恩接掌政权之前 我们没有听说过这个乐团 我想就是他可能是一个从各个乐团里面 精英里面组成的一个 然后非常每个团员都非常貌美 非常漂亮 然后他们就是演奏风格很大胆 这个门票当时是我们是首尔的门票是468比1的 就是15万多个韩国民众 就是抽签不是卖的 深金零 对对对 然后他现在就是网上有卖 那修尔现在还没相应 还没演奏 他的现在门票被炒到100万一张 这是有人在拿出来卖 这个是稀少的 就是说这个是难得机会 所以人家都有一种好奇 那徐教授 那个8号上午 那个北韩不是进行那个月饼食吗 所谓那个监军节 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当地时间10点半 对韩国时间10点半 对那边这个当然举行 但是呢这个还没有视频公开 那么也没有请这个特别请外国记者来去采访 所以说这个好像北韩也是多少考虑到这个平昌冬奥会的这种 这种和平的这种气氛吧 应该是这样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呢 以后现在说是规模是比较比过去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呢这个这个北韩这个因为经常有这种视频的对外传输的时候呢 又会增击一些他们在编辑的这个手法非常精巧啊 所以说呢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以后会把它啊这要看大概是看这个平常多会开幕的时候呢 这个如果说这个北韩代表跟这个这边跟其他外国的首脑也好 跟韩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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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定的会对外公开这个视频 那目前呢那目前呢啊对这方面呢大家都是比较慎重一些看待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这个阅兵士啊有一点先兵夺主的那种那种意味啊 就是他呢本来是4月25号是他们的建金节 然后今年呢一开始的时候是2月8号 2月8号但是他们在好像是在1978年的时候 改为4月25号吗 那一直进行了这么多年1978年的话那30多年了啊 那你现在我们是我们平常要举行那个冬奥会 那你在冬奥会前一天那你来一个建军节改修改建军节 然后同时呢在修改的建军节这一天呢举行一个大阅兵 那这好像是我们在我们在这办办九席啊 我们在一个重要活动你在那边在举行一个建军节 我觉得这个我这我的个人的感觉有种行兵夺主 那北韩说是改回 嗯不是修改本来我们就是2月8号 那你为什么要在今年改呢 对这个是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就1932年4月25号呢 是这个这个金日成组建这个抗日邮局队的那一天 对对对对所以呢本来是2月8后来又改成这个4月25号 那么就是说了为什么今年嗯你明年也可以吗 为什么一片片要今年刚好那天就是那个这个 这个平常冬奥会开幕的前一天啊 所以说呢大家对这个都有些质疑嗯呃 好在这个因为8号韩国这个也是一个前夜嘛对对吧 他也很这个重视所以呢他这个好像是比较呃 没声没响的在在举行所以说在这方面呢 北韩也是考虑了很多方面他们不是一直强调这个主题吗 就是主题是不管你怎么样就是啊我按照我的那个时间表来做啊 那刘记者那个对那个北韩艺术团的表演 还有那个阅病是那个媒体的那个反应是怎么样呢 哦这是非常关注啊非常关注但是呃就是呃 除了这个对媒呃媒体对这个三痴渊管轩夜谭的这个关注之外呢 另外他对这个他们领队其实他不是团长 嗯嗯这叫旋松月呢啊的关注呢是呃也也很高 但是这次呢他不是这个这个这个那个三痴渊的团长 但是他好像是规格比那团长还高一些 然后是应该是所谓一个政治政治后部员 对对对对然后他是在这个三痴渊的来之前的一个呃 调查就是先前队的一个队长的身份到这边来 然后所有的安排要是点名 这是江陵的艺术中心 在什瓦尔的什么国立剧场 都是这个人 好像这个人的位置挺高的 然后就网传有新闻报道说 他是金正恩的老情人 但是也有些人传媒就否认他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些报道就是说 就有关他们这些美女 这些美女三志愿的这美女 做的是万景峰号 万景峰92号 然后万景峰92号 当时韩国政府说要提供 饮食还有石油燃料这些东西 但是好像是美国方面对这一边 没有说是很支持 所以后来这个就不了了之 韩国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一个就是有进步团体 一个保守团体 三志愿这乐团 搭成了万景峰号 抵达漠湖港的时候 那些就是保守阵营 就是挥着国企和美国国企 然后在那里去大声呐喊反对 然后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形象 现在好像说是燃油 油好像是由韩国决定要提供的样子 过去是说火食吃的东西 这个也在考虑 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些什么拉拉队也好 这艺术团也好 他们本来有给韩国有韩方有给他们订酒店 对那么这酒店呢现在他们不住了嘛 对所以说相关的 像比方说像什么拉拉队的这个这个 拉拉队也要花钱嘛 也要也要入场 嗯那个钱也是好像是 现在决定说韩国政府在给他们代付 嗯不管怎么样 他们来的时候 然后毕竟是客人嘛 要好好这个给他们一个 对我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谈那个动画会的事情 我们太多了啊 就是那个动画会最主要的亮点 你觉得是什么呢 啊啊啊我觉得动画会在最主要的亮点 应该就是 这是本来呢我想这么这么给你介绍哈 这个在呃1月1号的金正恩发表的时候 我们支持呃平常动画会之前呢 我们这个呃门票的销售率只有60% 然后呢国际舆论呃全面性的报道说 我们会是一个失败的呃冬画会 啊但是我们这次的亮点很多 我们这次平常动画会呢是呃 参赛运动员最多的嗯 参赛国家最多的是 然后比赛项目最多的嗯 然后呢是呃南北韩刚才说有一个联队 就是冰球女子联队 是然后南北韩共同举着那个呃半岛旗 一起进入呃这个开幕式的 嗯然后所以是这是一个非呃 呃朝鲜的参赛 嗯和朝鲜的呃大力支持 不管刚才我们说的什么燃油啊燃油啊什么东西的 但是由于朝鲜的积极支持呢 这个把这个可能会失败的一次动画会激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呃这是冬奥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嗯以往的那个县力 来看那个冬奥会前夕啊就是偏偏报道就是谁拿能够拿金牌谁能够拿那个银牌 什么这样的报道好像纪念是除了对北韩之外就没什么的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平昌冬奥会刚才又说了嘛 嗯又是什么又成功的要奥运会 什么又和平的奥运会对 科技的奥运会文化的奥运会 那还有一个呢这平昌冬奥会呢也也是也是也可以说为世界各国的这个领导人的提供了一个呃 展开外交活动的一个平台提供了一个舞台 嗯因为呃因为这个当然韩国半岛的局势非常紧张 然后呢我们说半岛那北韩的这个河那么强调的就是六方会谈了对吧 那么在六方会谈六方会谈成员国里面呢现在大概是除了俄罗斯以外也都来 因为俄罗斯是因为他一些过去一些那个选手不是 嗯所以说现在韩国方面呢也是希望能争取到这个俄罗斯方面能派人来参加 这样的话呢就六方都会集中在这里 那不管怎么样这一次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外交博弈的舞台 尤其是像那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啊 那么他呢肯定会除了奥运会之中以外会谈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那么彭斯呢啊也说了这个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嗯为了这个啊就是说简单一句话 他说就是什么战略忍耐已经结束什么他要讲这个的啊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平常冬奥会呢除了那些方面的以外呢在政治方面呢 可是不是也是提供了一个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常 外交外交舞台那中国也派出了一个韩正吧 韩正是8号的时候啊就呃文在寅政府在文在寅总统在清瓦台接见 他是代表习近平啊他是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啊呃呃就是这次我们其实我们邀请的是呃习近平主席来参加 但是可能由于很忙碌没能参加啊我刚才说的美国那方面是呃彭斯副总统 除了彭斯副总统之外呢美国还表示说他们要的特朗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啊 伊万卡会参加闭幕式 而朝鲜派出来的是参加呃金正恩的呃妹妹啊啊 金与正金与正啊 他是开幕式对可惜啊他开幕式他是我们是9号参加啊9号开开幕25号闭幕哈 不过这个彭斯跟金与正恩就三四六个小时的见面的可能哈哈哈时间是有的 跟他吗还是想不想的问题跟金永南这个因为你说团长的话是金永南吗对对啊 当然怎么怎么看起来的话可能比较实际一点的关系这个金永南年纪太大了 今年90多哦91我们就怕那个蛙腻的事情啊啊啊啊啊那那就是除了这个平常奥运的那些 外交活动很频繁之外呢就是呃这个徐教授你认为本节那个冬奥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比较多呢啊 这意义呢就是说这个四个字叫扭转乾坤哦 叫刚才这个刘记者介绍的一样 因为过去呢大家都对这个平常冬奥会呢就是说还这个这一届冬奥会啊是不是会一起一个失败的冬奥会啊对吧 刚才也说了其实在这个去年11月的时候呢其实受预预售票率啊还不到50%啊哦那后来慢慢上了一点点但是呢从1月开始哦现在好像是已经突破了80%啊而且呢现在剩下的票啊其实都是高额的哦像贵宾席什么席那种比较一张什么几十万块钱的其实比较低价的票呢差不多现在都卖卖进了哦啊 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个其实当然80%是突破了但是呢还是当然百分之百吃更好的但是还不是 那么现在呢就韩国方面能够拿到奖牌的这些啊就是售票率就比较高一些像比方说韩国刚才也介绍过因为所有的金牌过去都是在冰上的 对所以说尤其是短刀速滑这次是在短刀速滑至少就是要拿四个多了可能五六个也不一定这女子呢可能要全包还怎么样反正说的这么多所以说呢现在这个短刀速滑卖的好还有呢就是要连队出来出战的那个就是冰球 林子冰球这边啊其实最高的是什么呢没想到是这个钢架这个雪车哦哦这个好像已经已经差不多要卖卖完了哦啊没想到因为韩国在这边一闪就过去了啊不是啊所以很多人说干嘛去现场看看电视就好但是呢在在上面可以看那个也是可以看的比较精在说现场感啊对对对对对都是一样在现场看总是比这个啊在家里看电视要好的多了 所以说在这种强势项目或者是比较受到关注的这种项目呢啊这个卖票率就售票率就更高了一些啊啊所以说这次啊 当然我们说请人家来对家里还要买新的桌椅要准备一些饭菜对吗那要看了那对方来的人啊是不是也能带一些一些礼物来啊如果说这带的礼物比我准备的要多的话那这个奥运会就是成功是啊文家音上台以来就是 就是到去年年底最为担心的事情就是能不能成功举办这个冬奥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1月1号之后突然间这个气氛就缓和了啊局势会好转了就是不确定性跟那个不稳定性已经消失了希望是这个十几天的那个赛场赛期当中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是是是是希望是这样了好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谢谢收看下周见再见 下周见